第31本 兔子罗恩重要的一天 兔子罗恩有了一份新工作 他现在是一名送奶公 罗恩必须在六点钟就起床 那时太阳还没有升起来 罗恩在货车里装满了牛奶 然后他就出发了 叮当叮当 解索普太太需要一瓶牛奶 罗恩把它放在了台阶上 这两瓶牛奶是给奎恩小姐的 这三瓶牛奶是给常先生的 普雷斯顿夫妇有十个孩子 他们需要十瓶牛奶 当罗恩正从货车上拿牛奶时 他看见了一个男人 这个男人正捏手捏脚地往前走 那是普雷斯顿先生吗 不对 这个人没那么瘦 而且他的背上还背着一个黑色的大口袋 这个人 这个人看见罗恩就跑 停下 罗恩大喊道 他跟在这个人的后面追起来 罗恩绊倒了这个人 他丢下了大口袋 罗恩抓住了他 那个坏蛋却跑掉了 大口袋里有好多东西 一个石钟 一个粉红色的水壶 一个大奖杯 一盏绿色的台灯 还有一个钱盒 罗恩按响了门铃 普雷斯顿太太很生气 他说 我在睡觉 罗恩 但是 随后 他看见了所有的东西 罗恩告诉了他 关于那个坏蛋的事情 谢谢你 罗恩 普雷斯顿太太说 普雷斯顿先生 打电话 给警察报警 警察抓住了那个坏蛋 罗恩 获得了一枚奖牌 对不起 哦 感谢观看